哈囉各位夥伴大家好 歡迎收看We'll be good 哇這個又很快的來到了10月了 2021年剩下最後三個月時間 那我們來看一看9月份 除了工作生活以外 我做了哪些事 首先第一件事情 這個是很多爸媽的好消息 學校開學了 然後呢疫情也基本上可以讓小孩去學校上學了 看到我的老婆真的是藏不住她嘴角上面的笑容 那再來呢我也改變了我早上的陳建儀式 因為我每天是會堅持送我的三個小孩 裡面的兩個去上學的 所以首先我早上會先帶我的大女兒去上學 走路上學 再來呢再開車送我們家老二去這個幼兒園 那這個我們家老三就會全程跟著我 那接著我再回家準備一天的所有的工作運動等等的 OK再來第二件事情呢 非常開心 我們家隱岩已經滿4歲了 所以呢除了跟我們的所有鄰居啊 還有他的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一起慶祝4歲生日之外 我也帶隱岩去了40萬一酒店 我們去看了一個無邊際用詞 那這一集相信大家都看過啊 非常非常開心的一段回憶 好再來往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測試啊 就9月份呢我開始嘗試吃素 為什麼要吃素呢 我以前也吃過素啊 我吃了9個月左右 但那時候是屬於一個到處飛來飛去的狀態 甚至去了杜拜啊美國等等的 沒有太大的感覺 那現在因為都在台灣 我想看一下台灣吃素的環境到底怎麼樣 所以呢這樣一個月下來發現 其實吃素是沒有問題的 台灣素食選擇很多 可是如果你想要同時吃素有減肥的話 其實可能需要自己去準備這些東西 因為普遍都是以澱粉居多 蛋白質會比較少 那這一個月下來呢 其實我也發現 好像自己的味覺啊等等的變得比較靈敏 然後我也是瘦了大概有3點多公斤左右 那至於要不要繼續吃素呢 我的答案是可能還是要 混的素的一起搭配比較好啦 所以接下來可能每個月或者是每個禮拜 我會有一兩天吃素 那剩下時間呢就是以正常的飲食為主 再來第四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小小里程碑啦 就是呢我終於完成我畢生的其中一個心願 就是成為巴菲特的學弟了 大家都知道巴菲特的價值投資啊 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的 那其實以前我一直有這個規劃 要去到美國 到哥倫比亞大學參加這個學成 應該是兩三萬美金左右吧 就是一個學成這樣子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不能飛了 所以呢非常非常開心啊 看到哥倫比亞大學有一個線上的學成 可能不到一萬塊美金 幾千塊美金而已啊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學成在線上上完 那上完的感覺其實是 價值投資是一個與時俱進的一個學問 所以呢就像是半導體一樣 一開始發明出來半導體的時候 沒有人想像得到它會應用到這麼多領域 包含人工智能啊 甚至5G啊 大型的工業型的 或是精密的這些工業等等的 所以呢價值投資也是一樣 我在上完這整個學成之後發現 最原始的價值投資是一個非常非常保守的一種投資方法 但是後面開始這個產業的變動等等的 有很多很多東西慢慢的應用上去 甚至也可以應用到人生的各個方面 所以我不覺得我上了一個投資課啊 我覺得我上了一堂哲學課 也非常推薦大家 OK 好再來往下是這個月底的時候呢 因為我想要更多的去了解一下 整個台灣可能在投資方面的專業啊 還有台灣的這個投資環境等等的 所以我準備了一個考試 高級證券業務員的考試 我想藉由這個考試啊 更加全面並且系統去了解一下 台灣的投資法規啊 限制啊 還有像是台灣的投資學整個框架 以及可能會計分析等等的 很多比如說以前我是學英文的嘛 那現在可以知道一下中文它的名詞長什麼樣子 所以用了大概4、5天的時間 去準備這個考試 那非常驚險啊 也有考過啊 不然我的同事全部都要笑我 我真的笑到爆掉 那到底考這個試有什麼作用 據我所知啦 很多在證券業的投資業的 這個考試是可以讓他 升任到經理值以上的職位 那當然這不是我考試的原意啊 我只是認為 藉由這樣的考試方式是 我們可以去進到一個領域裡面 最快了解一個產業的方式 你想要當廚師當烘焙師 你可以直接去考廚師的執照 考烘焙師的執照 不是說你這樣考到就是專家 但是你考到你可以最快的去了解 他的遊戲規則 他應該舉辦那些專業 以及知道這應該往什麼方向前進 讀完這個考完這個試之後 我發現 這個台灣的法規是我最弱的地方 真的背了半死 然後很多東西是看不太懂的 不過呢還是考過了 對於投資的夥伴 大家可以去用考試這個方式 來去了解一下 但也請記住啊 考試只知道 不代表投資的成果 所以還是要持續的精進 別覺得考完試就應該要投資成功 OK 好再來呢最後一件事情 有點哀傷 但是也是有點興奮 就是我的扣籃已經來到了一個階段 這個階段叫什麼呢 叫做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很去努力 大家應該看過那一集 就基本上 我以為 也計畫應該要在9月份 可以成功扣籃的 但是失敗了 OK 那失敗原因是非常非常多 那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 所以接下來的這個計畫 會變成是我加強我的減重 還有可能在實際的場景上面的那個適應 所以我相信在這個規劃之下 應該 今年還是有機會可以完成這個夢想的 那要跟大家講 就是成功的反面 不是失敗啊 成功反面是放棄 所以只要我還不放棄的話 我就不會承認我失敗 那之前我有承諾過說 我扣籃失敗要 請你們喝飲料的 先不要跟我索取 好不好 所以這些是我在9月份 非常忙碌的一些工作啊 專案進行之外 額外在做的一些 對於我自己人生的一些 事情啊一些推進 那真的 2021年剩下最後三個月時間了 你想要再多做哪些事情 可以留言在下面讓我知道 OK 所以今天9月份的月報就到這邊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喜歡我這些內容 請你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在下一集見面啦 拜拜